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碧玉 它也叫豆瓣绿 它的这个叶子非常的绿 而且还比较的大 很肉很可爱 而且它的话四季都是长绿的 租形也不会太大 很适合摆在这个桌子上来观赏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碧玉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可以选择 比现在这个花盆大一号就可以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桃盆来种 因为用桃盆种的话 这个浇水就可以更随意一点 因为这个桃盆非常的透气 所以我就选这个口径 14厘米的桃盆种 还不错吧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碧玉对土还是有要求的 尤其是这个透气排水性 如果透气排水性不好的话 它就非常容易烂 一般常用七份辅液土 加三份合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防捞土做 盆底加了一层桃粒 往这里面加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 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豆瓣绿去出来 好好 这个根 这个土可以稍微把底下的根 扒松一点就可以 这个土也还可以 进去椅子 进去椅子 再把它往上 踢一踢 拍一拍 四周按紧 再加点 再给它提一提 种这个碧玉的话 一定要给它种高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 它得这个浸腹病的概率 这个碧玉在天气热的时候 是很容易得这个浸腹病的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 这一棵碧玉已经缓了很久了 因为前阵子一直是阴雨田 然后里面又在打造阳台花园 所以我就把它搬到了这个地方缓苗 大家看它已经长高了很多 感觉都长高了一截 而且这个底下的匿密麻麻的全是这个根 看到了吗 现在就把它搬到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花架上面养 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这个直射光 但是有明亮的散射光 是一个很好的半阴环境 很适合这个碧玉的生长 因为这个碧玉它是怕这个强光 只是洗这种半阴环境的 另外呢这个碧玉它还比较的怕冷 所以这个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话 就容易冻伤也比较的怕热 所以夏天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我的这个阳台花园除了通风 其他条件都非常符不怕 这个通风的话 我只能是经常打开这个盆 不要去关它 这样就会相对好一点 然后浇水的话就要频率低一些 因为这个通风不好的话 这个盆土干起来就会比较的慢 而这个地域呢 它是耐旱怕捞的